朝早7-9 做愛最美滿 生理時中主宰人體作息 MSNBC網站報導 只要身體與我腦配合 工作就更加有效率 性生活更美滿 朝早7-9 愛情賀爾蒙摧殘素處最頂峰 這個時間最好與你一半抱一抱 甚至溫馨一下 搬到公司 皮質上上升 9-2 就用來想事 做事同向老闆回報 吃完飯 生理時中節奏減慢 最好散步 提提神 完成下午的工作 就去做健身 放鬆一下 吃完晚飯 逛逛超市放下狗 垂摧開始現形 這個時候醉屋不用腦 看回場戲就最好了 踏正十點 是時候睡覺了 好好準備新的一天 好看